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把钥匙 读好书 当你学会读处理有句话 一个人的成长基本上得益于自己读的书 多读好书是最低成本的自我增值方式 也是不断蜕变的关键 作家周琳曾在书里记录过自己的故事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就像一个没有睡醒的人 对自己不了解 对生活没主张 每天浑浑噩噩度日 空闲时间 他不是找朋友聚会喝到烂醉 就是看搞笑视频 读八卦新闻 玩手机游戏打发时间 直到有一天 身边一位朋友在事业上取得了傲人成绩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什么都不会 一股从未有过的焦虑油然而生 让他强烈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36岁那年 在一个被很多人认为已经老大不小的年纪 他开始广泛涉猎知识 读各种优质书籍 之后他把在书里学到的知识 以文字的形式分享给其他人 久而久之 逐渐拥有了写作深度长文的能力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 他不仅不慢地产出了一百多篇深度文章 不仅建立了个人影响力 成为了一名成长咨询师 还出版了两本书 实现了知识变现 靠读好书摆脱平庸 获得想要的人生后 他万分感慨地说 每读一本书 实际上都是在进行一次名人访谈 在和顶级的专家交流谈话 读书是用最低廉的成本 获取最高级的成长策略 它是所有人提升自己的最好途径 书有要义 善读不仅可以依余 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你 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当然 读书不是毫无选择的什么都读 而是要在如今这个出版物众多的时代 懂得排除和筛选 周国平曾说 有段时间 他总是捧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流行小报来消遣 但结果总是后悔不已 因为读了一大堆之后 只觉得头脑里乱糟糟又空洞洞 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后来他开始读一些文学经典 明天佳作 这不仅让他获得了精神上的启迪和开悟 也最大程度地改变了他的内心世界 他说 人生不能没有朋友 但在一切朋友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好书 因为那些经典好书里藏着一个个伟大的灵魂 一个个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读好书 持续地读好书 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汲取顶级智慧和巨大能量 让自己摆脱与腐落伍 走向卓尔不凡 第二把钥匙 焦高人 韩寒曾说 一个人有多优秀 要看他有谁同行 一个人有多成功 要看他与谁相伴 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自己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未来学家凯文 凯利 曾在谈到如何快速成为一个行业的高手时 讲过这样的经历 他的一位朋友 想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但没有任何经验 于是 这位朋友就想尽办法 跑去参加领域内的各种行业会议 会上听专家分享 会下抓住机会 厚着脸皮 去向专家请教 三年的时间 他几乎和这个领域内顶尖的专家 都交流了个遍 通过不停地学习 积累 他开始慢慢地输出观点 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三年后 这位朋友也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大家开始付费 邀请他去论坛演讲 与凤凡同飞 必是巨鸟 与虎狼同行 必是猛兽 跟优秀的人结交 前一幕话中 自己也会变得出类拔萃 看过一个故事 有个人给一位商业大咖当了十多年的助理 辞职那天 上次感念他数十年来的兢兢业业 便准备了二百万 作为退休金奖励给他 但是助理却拒绝了 他说 在您身边这么多年 一两千万我还是有的 上次很是诧异 你每个月工资也就五六千 怎么会有那么多积蓄 助理回复道 我跟着您参加会议 看您买哪些股票 我也跟着买一点 渐渐地积累到现在 也有了一笔不少的资产 有句话说得好 跟着千万赚百万 跟着乞丐会要饭 人与人之间的影响 都是潜移默化的 学会向上社交 主动向高人学习 积极与比你更优秀的人 建立有意义的连接 你的圈子才可能升级 你本身的价值也会升值 第三把钥匙 见识面 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位网友 讲过自己的故事 小地方出身的他 没见过什么世面 遇是喜欢一惊一乍 遇错常常悲观颓废 也总是以井底之蛙的视角 看待这个世界 后来参加工作有了一点积蓄后 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每年抽出一两周时间 出去旅行看世界 之后几年 他走过了很多地方 他说 这看似对他这个人 没什么影响 实际上不是 因为他发现 他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有一次 他出去旅游 路上大巴车 出了一点小意外 其他人一下子都慌张不已 牢骚满腹 有气急败坏指责司机的 有哀声叹气 抱怨自己倒霉的 而他 心里竟然淡定的 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继续一脸镇定的 看他的电子书 还有一次 在一家餐厅 有两个人因为一点冲突吵了起来 面红耳赤的互相大骂 对方三观不正 旁边有人小声嘀咕看热闹 有人投去嘲笑的目光 但他却觉得无可厚非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走过的路长了 见过的是多了 看到了世界大了 他拓展了自己的认知 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提升了自己的格局 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浅薄局促 欲视慌张的自己 也修炼了一颗从容大气的心 可以尊重他人的三观 也可以理解别人的不同 作家苏勤说 人一定得多见识面 旅行 读书 但凡能让内心更丰富的事情 即便强迫自己 也要多去尝试 见多识广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领略地域文化的独特之处 通过阅读 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打开全新的视角 这些都能培养我们的兴趣和激情 让心境更加开阔 当然 见世面还需要与他人交流 要主动认识各种不同背景的人 听取各种看法 保持谦虚的兴趣学习 不断汲取新的营养 一个只幼于眼前的人 就像井底之蛙一样局限 如果内心感到乏味或者迷茫 就应该出去散心 这个世界如此之大 充满无限可能 让我们走出舒适区 积极去发掘世界的美好吧 因为人的狭隘 纠结 怯弱 全都是因为世面见得太少 见世面 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种润入无声的影响 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重要法门 不过 所谓的见世面 并不是流于表面的游山玩水 拍照打卡 而是通过看世界奇观 天地辽阔 见众生百态 生活万象 进而逐渐看见自己 领悟人生 知道怎样和这世界温柔的和谐相处 怎样把日子过得有质感 也清楚怎样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这一生要走很多的路 但有一条路不能拒绝 那就是成长的路 因为命运中爱的 从来都是愿意慢慢变好的人 生活偏袒的 永远是能够坚持成长的人 那些你看过的书 教过的人 走过的路 最终都会回馈到你身上 构成你的人生格局 让你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